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斜阳陪罗夏 金戈陪铁马 金戈陪铁马 我那爱恨陪年华 作曲 李宗盛 月色影枝凉 狼眼影风沙 前世影惊谁前谷 千年之下 赶转繁华 此生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几度冬夏 我愿等候你脸颊 我愿等候你脸颊 千年之下 千年之下 赶百年之下 十五 ano 百年之 reun 来圣 Particularly 我等缘分的回答 将军 天气凉了 小的为你加些烫火 斜阳陪罗霞 金阁陪铁马 我那爱恨恨恨恨恨 去吧 回来的是不是 我等你回来跟我过招 你这是在耍我吗 前世已尽谁牵挂 编回去 将军 白衣兄弟交代过 让我好好照顾你 此生为你放不下 四眼如花 几度冬霞 我愿等候你来 我将将军不是很开心 定是想念白衣兄弟了 我让你出去 所以我就 是 将军 边境又出事了 什么事 又死了很多人 又死人了 是水的问题吗 不是水的问题 跟水没关系 那死了人就是找官员 找我干什么 这回死人的存在 是狼族和我们历程的边界 末将觉得事关重大 所以 才来报备将军 三 二 三 你在这儿 妹妹是来找侯爷的吗 侯爷正在书房 谈重要的事情 不便打扰 那我先走了 既然来了 不如进来喝杯茶 你要提前预测别人的动向 你要提前预测别人的动向 不要着急 你要学会甄别 真人和傀儡之术 别着急 仔细地看一看 看看 我们之间的气息 就合不头 就合不头 很好 今日有进步 这都要谢谢你 都是老朋友了 不用谢 我出来时间太久了 要先回去了 也好 省得让他们发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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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来找侯爷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随便逛逛逛到这儿 三弟还没回来 你在府上怕是要寂寞了 红说不在 没人陪我玩 是有点无聊 侯爷前几天才说 红义从历城回来 怕是不习惯府上清静 她的意思 是我在历城也惯了吧 妹妹说话真有意思 你是想说我说话粗也吧 不是 季阳的意思是 妹妹有男孩子般的洒脱 让季阳很是钦佩 钦佩我 我大哥总说我没规没矩的 不像公主你 静下来还能看看书 喝喝茶什么的 季阳初来侯府 很多事情都还不太清楚 还要向妹妹多多讨教 什么讨教不讨教的 公主你太客气了 立志数 让我帮拍过 publication 将军 怎么回事 有人路do此地 发现有异样 并报了冠 经查证 全家人 无疑幸免 谁能死了 是 是否为狼族人所为 狼族人善用刀剑 若是他们所为 死者身上应该有伤痕才是 现在死者身上全无伤痕 很可能不是狼族所为 将军 目前来看 死者身上 确实没有任何伤势 不像是狼族干的 细扎下去 看一下是否为中毒而亡 是 这孩子是 这孩子是我们刚才在米缸中找到的 我们发现这小孩时 他还在熟睡 我想应该是没被发现 所以才侥幸逃脱 妥是安排吧 是 吩咐下去 加强边界线警戒 以免狼族翻试 是 此次受害人数众多 此等命案 务必查明 是 我等定当竞尽全力 不知侯爷 不知侯爷 你先说 你先说吧 不知侯爷 平日除了忙于公务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爱好 还有 口味喜好 实在 都会看一些 都会看一些冰法什么的吧 静阳 静阳入府的时间 我 红说 我 红说他 我的意思是说 大哥比较慢热 你再跟他多熟了熟了 其实就好了 你先忙吧 我先走了啊 嗯 你先忙吧 我先走了啊 要进来便进来 我何时拘着你了 不然我出门还不是拘着我呀 不过我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不怪你 不怪你 红叶 有的事情一旦开始 便无法停下来 何瑶经过此次弹劾事件之后 虽被降职 却掌握了叶城的经济大权 不过他会因此而暴露本性 所以此事对我们来说 并非全是坏事 大哥 您有新的证据了 久行不亦毙自毙呀 河内太守周景行 是贺瑶的一支历召 这些年来他亲战良田 致使流民失所 亲帝乃是重罪 所以大哥是想借亲帝一案 先砍掉贺瑶的历召 嗯 所以在这件事情了结之前 我们侯府的人 都要低调行事 谨言慎行 难怪最近大哥一直装病 不去上朝 那我不出去也就不出去了吧 你回来了 辛苦了 下次见 说到底你还是不情不愿的 你说吧 找大哥何事 我是想问问你 过年之前 红硕能不能回来呀 想红硕了 也不是 就是他不在 就府里冷冷清清的 怪无聊的 他有没有跟你写信啊 写信自然是有的 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有没有提到我 我们书信当中 谈的都是一些正事 好吧 你这些日子在府上 都干什么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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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受不了了 我这事都躲了好几天了 我走了 走了 此事一定要做得妥贴 有事及时回报 去吧 是 将军 父亲 你回来了 万骑将军临时 差我外出练兵 没想到我刚走 疏迟就刮起了风啊 打仗里说吧 听说 阿纳坏现在由父亲派人看守 是啊 在此次事件中 父亲扮演怎样的角色 你怀疑 你怀疑什么 儿子不敢对父亲不敬 只是这件事情 我一路追随大军直到今天 你觉得 为父会做出对不起大军的事 儿子不敢有此意 不过当下的情况 不知父亲有何计划 父亲与阿纳坏亲后 乃是大军主义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阿纳坏起兵谋反 证据确凿 如今大军大怒 不知会有何动作 父亲此前拥护阿纳坏 但他如今冲动失事 那我们日后 又该做何打算呢 阿纳坏还有转机 难道大军还会给阿纳坏机会吗 现在阿纳坏 是大军唯一的儿子 虽是如此 但依现在的情形 父亲 或许我们是时候悬崖勒马了 谢雷渡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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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是 带我去看看他 是 将军 将军 您都升职了 为何如此不欢喜啊 罪人仍逍遥法外 何喜之勇 罪人 您指的是贺大将军 如今已是大府大人了 大府大人 那是文官哪 还是大将军为妇 告诉我 你为何能变成他人的模样 将军 我早就说过了嘛 我生来便可以如此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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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到底是人还是妖 将军 我是人 妖怪都没有舌头 你看我 我也有舌头 谁跟你说妖怪没舌头的 我自己说的 我瞎说的 就当你是人吧 就当你是人吧 你说 这世上有妖吗 没有 有 到底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妖我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难以解释的 将军 边境又出人命了 怎么了 这回出事的 是上回收养吴家南英的那户人家 阿娜 万里 谋反 需无马分尸 父亲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你可知错呀 父亲可知错 我是您儿子 只不过跟您学而已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个不孝子 不孝子 就这个您唯一的不孝子 您对他有过一丝的恋爱吗 我要不念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以为你还会活着吗 多谢父亲不杀之恩 您的君王之爱厚重大 儿子承受不起 阿娜怀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当你拿刀指着我的时候 你可还念及我是你的父亲 大丈夫做事 不拘小节 这是从小您教我的 我只不过有样学样 我要的只是结果 不在乎用什么手段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错 错 既然没错 如何知错 你子啊 如此不知悔改 你想听什么 听我求你的原谅 不会 绝对不会 你只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儿子都猜忌的老头子罢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还会这么做 我不会饶恕你 祖神也不会宽恕你 好 将军 这次又说怎么回事 这次又说怎么回事 五家上下无意生还 全死了 是 死因呢 死因和上司相同 一模一样 身上没有一丝的痕迹 毫无痕迹 他们是不是中毒了 卑职调查过 上次死亡的人并没有中毒 这些死者和上次那些村民 非常相似 我想应该不是中毒 不是中毒 又会是什么 卑职还在调查当中 这个男鹰 两次都被留在这里 绝对不是巧合 我们来的时候 这男鹰在榻上睡得正香 五家其他人 全部丧命 他究竟和凶手 是什么关系 为何次死都能逃脱 将军 凶手 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个男鹰 所以 才杀了五家和整个村子的 不会 如果凶手是为了婴儿而来 那他杀了人以后 就不会把婴儿留在此处 妹妹真是好身手 这几日大哥不让我出门 我在家上一个待着闷的房 妹妹是想在雪地里打猎吧 要是在日上一对雪橇 那就更过瘾了 大嫂也懂剑法 我是手无负极之力 哪里比得上妹妹的巾帼之勇 不过辽东部的冬天极美 白雪矮矮 看着家人们滑雪打猎 也甚是有趣 大嫂你不也是将门出身吗 你父母 没教过你骑马打猎啊 我父母 已过世许久 快到年夏了 案例 应该要为府中上下的人 才智新衣 左右无事 陪我一起去挑选不了 可是我 晋阳刚进府第一年 对大家的喜好 也不是很熟悉 这全府上下 只有妹妹一个人能帮我了 逆子啊 逆子 到现在还不知悔改 大君 请您息怒啊 现在 现在就给我重重罚他 让他知道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 大君 还望您散死啊 非得让我把他绑在马蹄上 他才知道道歉认错吗 好 我成全他 我成全他 大君 您何必如此圣怒 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你也是 你日日与他亲厚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怎么能够纵容他 做出谋反之事 细利度知罪了 可是大君 您想 王子千错万错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 是不是争合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意义啊 谁敢别有用心 大君 您是草原之王 草原之上无人不臣服于您 必要面上自然不堪 可是您静下心来想一想 没有了阿娜坏 谁伤心 谁又开心呢 那些曾经被您征服于马下的部落长老们 他们巴不得看您失去最后一个儿子 那些对王位虎视眈眈的人 更希望您替他们除掉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可是阿娜坏实在是让人不可饶辱啊 王子的行为 确实是令人痛心 您怎么重罚他都不为过 可是大君 他是您最后一个儿子了 就凭这一点 您就宽恕了他吧 阿娜坏 他也让我失望了 去查一下 那个男鹰到底是什么来历 这些人家是否有跟别人结仇 是 将军 小哥 这是在干什么呢 卓妖呢 卓妖 好 将军 那儿卓妖呢 我们去看一下 卓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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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了 接下来仔细看 千万不要眨眼哦 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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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妖怪出来了 好 妖怪 这哪儿呢 妖怪 这哪儿有什么妖怪 妖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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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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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主的 好 对绝之旗已到 目 glow 好 我跟你说你 怎么回事啊 那个人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没出息 去去 更厉害的要来了 这血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颜色对就行了 我昨天叫你去坏 是不是又没去 怎么观起师父来了 这没大没小的 去 厉害的来了 为害人间的妖孽 速速就擒 够了 那我须作假 我看你们这鸡血 都已经臭了 你瞎说 让老道给你点厉害看看 赤光烈焰 赤光烈焰 师父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灵了 装神弄鬼 在历程扰乱民心 今日就在此把你们拿下 胡震德 是 将军 快跑 师父 你可听说过千山令 大军说的 是那个能号令上古神族 游巫族的那块千山令 游巫人神秘莫测 武功高强行动一致 是草原上一股骑兵 可是他们只听命于千山令 老夫虽然早就听说过千山令 可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 一直以为 这不过是草原上口口相传的 一个传说罢了 不仅仅是传说 而且 不知道什么时候 明夜风已经得到了千山令 所以 所以各部落对他 都礼让三分 明夜风屡历战功且十分显赫 如今阿纳怀跟他比起来 相差甚远呢 原来如此 那如今 王子的胜算 又几何呀 草原上大军之位 历来都是由贤能勇猛者拘之 阿纳怀虽为王子 如不 力经图治 怎么能统领我郎族千万铁骑呀 千万铁骑不阻虑 那个明夜风日得人心 这才是不可小觑的 可阿纳怀不栩栩图止 我又岂能袖手旁观 连祖神的意志 我都愿意为他而违背 现今的状况 也许就是祖神 对我的惩罚吧 站住 不跑了 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 聊聊 师父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没问题 看师父的 放大招 大招 嗯 不灵欢迎 怎么不灵了 再来 再来 不灵欢迎 将军 他们人呢 大招 大军 恕老夫直言 说吧 王子 王子近来所为 虽有备于父子之情 但恰恰说明 他能堪大任呢 大军卿想 若是他 没有此等血腥 又如何能保我狼族重任 那明夜风 他在狼族各部落 发展了那么大的势力 又有千山令在手 他和王子 早就是水火不容之事了 试想 如果有一天 他当了大军 您觉得 还有阿纳坏的活路吗 从这一点上看 阿纳坏 真不愧是您的儿子 只不过 王子 年轻气盛 没有那个明夜风狡诈 当然 更败给 英明神武的您了 他太心急了 为成一时之快 失了全局 我就算是不计前嫌 善为于他 他 也早已不是 明夜风的对手了 世负谋反 如何赌注悠悠众口啊 长老们 多是您的旧部 我想他们断不会干涉 大军您的家事 家事 家事 王子醉酒闹事 大军不是惩罚 只是父子二人 起了一点小小的冲突 你说得有道理啊 西里都 阿纳坏在你那里 好好照顾他 切记 千万不可 让他再生 任何时段 我会的 好 西里都我告退 好 这不应该啊 师父 我们逃出来了 以后再有人追我们 你就发这个功 这本事 你可一定要交给我 这是师父的大绝招 叫什么来着 这这这 含沙射影 以后师父再教你 含沙射影 好名字 谁 谁在我背后说强话 出来 这边 道长的绝招 真的是让小绳受教了 你是何人 我师父的绝招 当然 你师父的绝招 刚才阁下就算不出手 我的大绝招啊 也会有用 只是不知阁下 姓甚名谁 师从河门河派啊 道长可是 严济生仙人 第八代嫡传弟子 济秋 正是 老父 严济生仙人 同棚来中 千里传银万里时 无一不回 可惜 受了一个无为的徒弟 败罗至此 你 你好生 不忠无忍 你惹恼了我 我若剩下法阵 让你七七四十九天都出不去 道长不妨试一试 你以为我不敢啊 道长祖上也是修为高身之人 可惜到了如今 守着一点宝贝却不会用 谁说我不会用啊 看招 不妨让我试一试 我的刹子的 我的刹子呢 父亲就这么着急 今日就要送我去见祖神了吗 王子 您受苦了 是你 我现在是承王败口 国相为保身家性命 还是不要与阿娜怀有任何关联 王子何处此自倾自荐之言 大军还是关心你的 我要杀他 他却关心我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国相不必如此安慰我 大军曾既望于王子吗 他 他是我的儿子 那那个明夜风呢 明夜风 确实不可多得之才 只是此人心机过重 城府太深 似乎他的野心 不仅仅只是王位 相较之下 我的儿子我清楚 他虽然性格冲动 可是对我郎祖 忠心不二 王子 您觉得犀利度如何 郎祖国相 非庸人可担之责 既如此 王子觉得 我会支持一个愚蠢之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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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